二食理論系列 防水型防曬會妨礙運動流汗散熱嗎? 我們知道流汗是人體調節體溫的重要措施 尤其當大量身體活動或運動時 需要藉由這些汗水蒸發帶走過量的熱 來幫助身體降溫 但是當我們使用防水型防曬時 皮膚上這層縮水的防曬膜 會不會妨礙身體的排汗降溫機制呢? 教身公司資助的一項研究 使用路德欽運動型防曬測試 研究人員讓受試者 在不同皮膚部位塗抹或不塗抹防曬 然後在控制的室內環境中進行運動 並有專門在防監督 確保受試者的運動量 足以產生肉眼可見的出汗現象 然後在運動時間停止時 立即檢測實驗部位的皮膚溫度與出汗率 結果發現不同皮膚部位不同檢測時間點 塗抹或不塗抹防曬的皮膚溫度與出汗率都沒有差異 顯然使用防水型防曬並不會妨礙身體的自然流汗散熱過程 而這背後我們可以從兩個觀點來解釋 1.防曬的防水性認定標準 2.從配方角度來闡述 首先防曬宣稱有防水性 其主要驗證模式均為 塗抹防曬 入水池浸泡特定時間 洗身風乾後檢測SPF 只要符合規定要求 就能標示為防水型防曬 例如歐洲化妝品協會標準 原本SPF50的防曬 水中浸泡特定時間後 測得的SPF能保有原本的50%以上 即SPF25起跳 就能宣稱具有防水性 當然依國家地區或所採用標準的不同 實際驗證流程與判定門檻也會有所差異 不過從中我們可以發現 這些防曬的防水性認定 從一開始就已經預設了 SPF會被水所削弱 換言之 防曬的防水性宣稱 所代表的意義是打折扣的 並無法100%隔絕防水 所以嚴格來說 中文標示應用抗水性 會比防水性來得更貼切 而事實上歐美國家 也紛紛名文禁止防水一尺的使用 避免誤導消費者 另外從配方角度來看 除非你用的是純油劑配方 塗完防曬就像打了一層蠟在皮膚上一樣 不然一般常見的防水型防曬配方 必定包含油加乳化劑加水組成 然後塗抹皮膚上水分散意 留下油加乳化劑的混合物 構成防曬膜 之後當汗線大量分泌汗水時 這些水分自必會與乳化劑發生作用 進而干擾原本穩定的防曬膜狀態 最終使汗水水分得以穿透防曬膜蒸發散熱 而不會被完全封閉鎖死於內側 失去降溫的意義 總而言之從事戶外運動或休閒時 還是可以放心使用防水型防曬產品 不會妨礙身體的自然流汗散熱過程 感謝收看本集20理論系列 如果喜歡本影片請幫忙按讚、分享、訂閱加鈴鐺 成功的配方來自20%的理論加上80%的職業 現在理論已有 就等你來實現專屬於你的美容保養配方 記住,科學在於發現不等於信仰 理論可以被改變 不會些有你 有在你的心底下 影片告訴你